大家好,歡迎收看ET才智特,很久沒有和Andy聊天 Andy 你好,好久沒有見,Hello,Tabby 要找你來,因為聽到很多人都覺得第四季環球股市風險處處 特別是美股為首,也不止 其實歐美股市,你留意到過去七月或八月初摸了頂後 回調幅度很明顯,有些說我們這邊中國股市還跑贏了那邊 如果我們看看表現,以納指為首的股份跌得比較多 最高和最低的回調幅度,也有貼近一成的水平 現在大家如何考慮這個局,第四季是首定工 我相信現在用幾個角度去看,但簡單來說 首先是大角度,就是美股仍然維持著覺得中線是吸納一些優質的資產 例如大家可能會想到未來兩年都是很重要的,AI一定是其中一樣 以及另外一些可能靠過一些選股的因素去選擇 這個我繼續維持著 維持著什麼呢?就是大家之前都預計了8月、9月 其實本應去到10月頭都是一些季節性因素 是比較差的氣氛的時間來的 當然,不是純粹是炒的氣氛是差的 我們都看到一些經濟數據有點弱了 尤其是可能歐洲跌得多,因為中國消費力也弱了 那些東西,就是很多不同的東西夾雜了在這段時間 是的,但是在這個位置的時候,其實我們會覺得 季節性因素配合過去我們吸收了很多過去一個月驚嚇的新聞 幻想,又剛剛好跌到一些比較重要的水平 我稍後就逐一逐一說吧 好,剛才看到一些performance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月調整幅度 不過剛才7月底位其實有很多回調超過9% 特別最近多人說,為什麼之前急升的一些 例如納指相關的股份,他們其實回調幅度是遠多於主要指數 即是有些個股其實跌了十幾十至二十個巴仙 是大隻的那些,大家都怕其實會不會有問題 為什麼呢?最近說的因素就是因為息口敏感 當債息向上升的時候,那些股份就會特別跌得頸 但是說真的,最近債息急升這件事是環球性的 每個人都在報道,說美股十年息,十六年高位 三十年息,十幾年高位 但是其實歐洲以至區內的全線國債息 都是爆到很高的水平 怎樣呢?這個風景有沒有想過 其實是在第四季發酵 以及對資產市場影響,有沒有我們所想的這麼誇張? 如果說在發酵的程度呢 其實跟之前的分享差不多都是預計 第四季應該會是息率見頂的時間 只不過你說到水平呢,這次真的有點想不到 突然間十年債息突然爆得這麼快 走得急,因為十月頭兩個假日已經二十幾點子 我看回以往那些一個月的波幅 我兩天跟你走了 是的,因為其實就算我們看債券的Move Index 即波動指數都預計了會突然會比較急升 甚至參考過去,我們去看看那些十年債息過去很多圖 通常臨到最後的時間 都會很流行突然急一急抽 但是接著可能你用技術圖表就會看到 在RSI超買的 是的,黃金比率有 其實大家都會遠瞄著大概五附近的 因為都是大概彈到一半 那些重要一點的黃金比率水平 但是當然在今次的新聞上面 我覺得最令市場錯愕的是突然間 因為突然在美國的債務上面說 你突然加這麼多 市場在擔心你能否消化到 是的,蔡赤強,還有兩萬多億 是的,但其實如果它強 那旁邊的那些就更害怕 其實這是全球的問題 我覺得當很多問題 如果是全球的問題 大家要不就看不到 要不就將來才能踢軟 將來才解決 但是大家儘量不會想將這些東西弄爆 我覺得這個是大前提 如果你去這一刻想 你當然可以想到很恐怖 升到七厘的話 乳不驚人勢不休 一定要趕高一點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將這些東西 推爆了整個金融資產泡沫的話 你影響的 其實我們不是說股市、債市那些 其實大家馬上說的是 過去幾十年的pension 即是退休基金那些 很嚴重的 相信就不應該發生這些事情 但是當然你說 在短線少許 大家除了怕債息收聲 還怕11月談不談得成 美國那些學生還債的情況 甚至最近有些人推 八、七年股災 就是這些時間來 你看到全部的金融危機 都是伴隨著的息口上升 我不知道哪個因素 影響哪個因素 通常有危機發生 你的債市當然是反映的 有時候我會這樣想 所以現在大家推論 會不會重現以前的一些 流動性的危機 會再次出現 自己嚇自己呢 其實我覺得 逢債息一急升 一定是有些少少 騰騰瓜瓜倫騰 只不過到最後 哪個故事或者 哪個人物角色 成為了今次會被制期的 用來做歷史因素的 擺在那裡 但是我自己覺得 現在我們說得出的 通常都已經是灰犀牛的 通常灰犀牛很難令到 這麼大的爆破 唯一我會想 第四季市場 現在這一刻 沒有什麼人特別去提 我反而會想 如果日本突然間真的加息 會不會就是打爆一些東西呢 嘩 因為始終我們反而會想 就是日本始終經歷了 雖然說 現在開始有慢慢復甦 但是反過來 他們應該是低利率 或者負利率 最長的 他們會不會反而 加一加息 反而最敏感呢 還有很多人 都是靠 就是投資者 就是機構投資者 都是靠借日圓 去做carry trade 到時候那種 是不是先是 完美風暴 是的 如果真的要去想 通常很少會在灰犀牛發生 通常都是一些黑天 沒有什麼人提的東西 但是無論如何 如果很大 就這樣看 永遠都是有些事情發生了 無論是經濟衰退也好 還是剛才說的 要禁客人的故事 才有機會令到息率壓低 是的 現在正在發酵很多理淡因素 包括剛才說 美國債務累累 所以息息 只是政府本身的壓力都很大 然後很多銀行 聽說有很多債務缺口很大 即是可能你Mark to Market出現Loss 就是證券上的虧損 究竟會不會重現 三月的銀行的流動性危機 甚至有些零星的倒閉出現 就在發酵 另一方面 大家就直接說 因為債息升 然後最近 美國的通脹數字 由高位回落 變成你除了實質利率 是不停轉正之餘 去到貼近2.5厘的相當高水位 很直接 大家就說 我作為投資者 我2.5厘的實質利率 那你的股票的Dividend Yield 能否給我這些 又或者Dividend Yield 本身低於無風險的國債利率 那就沽股票 這些充斥著股災論 你又如何去思考 首先有其中一點 我猜大家 剛才Debby也有提到的 就是在市場上 因為現在很明顯 是覺得通脹開始回落 其實甚至這段時間 我們會覺得 不是市場沒有理會 接下來擔心經濟衰退 但是 他們相對這兩個星期 我覺得不是他們 那麼看重經濟數據 反而就是擔心你剛才提到的 就是純粹在計算上面 會不會立刻令投資者 覺得我不買股票 我寧願去 無論是保障也好 或是 扣幣市場基金先擺放 是的 但是如果我當這件事發生著的時候 無可厚非 對股市會有壓力 整體的市場 但是如果我們細分的一些位置 都會看到幾個特別的情況 因為 在這些時候 如果你說參考以前 用的板塊去看 人們就會說 不如擺放一些Defensive的板塊 但是其實又不可行 你看到公用股 都是跌機 對 如果用這一套的想法 你會覺得 他們都underperform得很厲害 對 但是相對 一些MegaCap 那些會做得好些 我反而覺得 那些做了防守的動力 不如簡單地去想 如果這件事繼續發酵裡面 我覺得股市會很黏 很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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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相似以前 過去很多時候 S&P的情況就是 你加息去到尾聲 尾聲之前和之後的大概半年 S&P是純粹很flat 很少一些單日波幅超過100% 是的 很悶很悶的 但是整體上 就是要靠 好像之前可能上次也有分享過 就是靠選股去看 但是就會感覺到 這一幅圖你會看到 可能深藍色 即是說Ford PE 好像要扯下去 但其實有兩體 因為Ford PE如果真的要扯下去 大家就會想 股價要下跌 如果其他東西不變的話 但是其實如果 我自己也有比較過 它對比一下 由03年到現在 是不是真的要每次 跟足這條深藍色線和粉藍色線呢 其實不是的 是的 也有好兩三次 而其實它們中間的correlation 突然冒了 脫離了 那些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 股市最少 第一個情形就是 很肯定的是 起碼顏色不是再急升 那一下就可以是 它們這兩條線 可以有個 沒有太大的相關度 而股市有自己的表現 最好就是接下來的業績 交到功課 說真的 我們之前經過一兩個季度 因為市場估得比較悲觀 變成最後出來 很多事情都比預期好 亦都引發了 譬如一些科技股 其實那個盈利預測 是向上調 譬如我現在 我檢查一下 剛剛看第三季的業績 這樣計算 其實原來向上調的 變化最大 就是跟六月比較 最新九月跟六月比較 最大就是通訊相關 消費相關 以及科技相關 是由之前相對悲觀 突然看完業績之後 整體華爾街的調查 是調高他們的盈利預測股 那我想 如果接下來能頂到的話 那其實是好的訊號 會是好的訊號 尤其是如果你說 最近這段時間的業績 其實我們反而最著重的一個位置 就是看到X市場上面 即是企業上面 大家會看到這個黃色線 即是資本支出那樣東西 是的 突然間是急升了上去 這步出奇 是的 因為這件事 其實如果我們放在一個 企業營運上的角度 就是你一定是看好一個前景 或者你知道要怎樣去做一些事情 即是去發展 你才會不斷加大你的CAPEX 即是資本支出 這個說是加大CAPEX 不是只是討論CAPEX這個字 不是只是投放 不是只是投放 是的 其實這次反而 我們對於 如果有一個中線一點 在一些企業的發展方向 其實我們覺得是正面的訊息 而同時間 其實是看到 講回購的是少了 這個對比之下 就是有工作 公司有工作 不是只是靠財技 我猜這個是其中一個信號 當然你說短線裏面 始終大家 如果你說最近的什麼target 出了一些不同的消息的時候 就說真的很害怕 student loan 真的要付 但這個我們覺得 所以就要看個別版塊 你說在這段時間 雖然剛才節目一開始說 我們覺得是趁低級 一些優質的東西 以及要前景 但如果對於經濟敏感度高的東西 仍然都是要擺開一些 大家其實都可以想到 有什麼公司在這一刻 覺得很有前景 其實回到無可口非 都是一些 大家覺得 很容易會想到科技相關 要投放 總而言之 是想吞併別人的板塊 所以之前也有幾間 比較大型公司 宣布了一些勁大的收購 待會看看有沒有時間 可以跟大家說說 相關一些公司的投資機會 不過在企業的角度 接下來比較關注 究竟如果出現一些 突如其來的不幸事件 其實他們的成本 都會相對較高 究竟margin方面 是否控制得到 都是我想分析界很關注的東西 最近出了一些比較麻煩的東西 就是罷工 我們本來就說 看習慣了 英國經常罷工 法國經常罷工 最終影響不大 但美國是少有的 因為幾大車廠罷工 就歷來最大 今日最新這一兩日發酵的 就是醫療集團 橫跨六大洲 十幾萬人 其實將會有機會受到影響 因為醫療制度有出現問題 你很好 不過我找了一些以前的參考 原來以前也有很多相關的罷工 而且市場的表現 真的有一個負面反應 是的 所以其實在這個表面 都很明顯 首先看到右邊的東西 就是說 原來由罷工開始 大概90天 事實上市場表現是差的 回想回 由9月份開始 市場就突然急急回 而其實我們涉獵的 可能由UAW是比較多人去看 但其實早一點的時候 其實Netflix和Disney都已經開始了 所以如果 我們反而 你說先兩者的擔心不太高 反而後面開始到醫療體系 那個群眾才更重要 為什麼 因為其實就算 如果看回這裏 我們會留意到 就算UAW這次參加罷工的人數 其實很小 都是很小 但是 我們會看的就是 首先 現在要去留意 例如罷工人數 過不過二三十萬 總體 這個 大家留意著 只可以 第二 就是究竟發酵的時間多久 通常 如果每一個小的Union 這樣去罷工的情況 其實三十天內 應該搞定 沒有什麼事 是的 市場都會很容易揣穩到 是的 甚至 如果你說 就是三十天左右 參考過去好幾次的市場 其實之後的三個表現不錯 是的 所以我只能說 這件事只能透過時貸發展 去看玩到幾大 但是如果說 這次罷工的 例如UAW的事件 很明顯 Ford GM 這些你可以擺開 因為好像特別 剛才提到 成本控制就有問題了 是的 尤其是剛才提到的那些名字 本應就是很struggle的時間 就是轉型的時間 已經是融資又有問題 那些你擺開 是的 反而 例如Tesla 就會反過來 開始有些人會覺得 是的 臭過今次 他就會變成一個王者 在車廠裏面 所以 事實上 剛才提到的業績 雖然我們剛才說 第三季 很多事情開始看好 我覺得 好在有些板塊都有提到自己 就是第三季會有些回落 是的 最重要就是 第四季開始有回落 希望這件事又快點完 那就好些了 是的 持續接下來 大家都關注著 在通脹 放緩了之後 又有些核心環節 可能夾一下 底下 其實 就業市場 究竟是否一如聯儲局所料 一直都這麼厲害 最近的畫面比較混淆 是 譬如你小飛龍又差一點 但是 Join Street的職位 又少了 剩下的職位 令大家覺得 原來也很強勁 從而又不停地想這些事情 究竟市場是否好 未來的工資會否推翻通脹 這些事情 都扣住了股市 是的 其實這個 剛剛你提到這個問題 就是最好 就是我們有時候 最難去預計 究竟市場會想捉誰 究竟是捉 因為你的工資增長 真的會開始拖低了 甚至有些人 因為在罷工的事件 其實會被人抄 是的 其實這一個是 到底市場是捉 這個人工的位置降低 還是會去捉 反過來 失業率 或者新增的職位不夠 究竟是捉這個經濟動力 究竟是捉誰呢 所以其實我覺得 可能到時兩個同事 真的會發生的 只不過就是 很明顯後者 就是說捉住經濟那邊 那些就是 跟經濟敏感度的板塊 或者股份 你就擺放一些 而本應是在怕 是怕通脹 工資增長 那些公司 原來會受惠 而它又可以 跨周期成為王者 我覺得會有幫助 好 你剛才說了很多 亦都很混亂的畫面 大家自己在 究竟市場會 踢哪一邊去看 而去做操作 但無論 我們看到 整體大市的環境 都是大家覺得 似乎有調整 你剛才都說 年尾經常都會有季節性的因素 影響 那又怎樣 應該會小條 大條 大家怎麼看機會 首先用一個 最簡直的一幅大圖 給大家看 就是看到 這個就是過去20年左右 其實美國 標普500 季節性 藍色線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時間 通常最差 最差的氣氛就是這段時間 其實今年很跟得足 不知道是否因為 一些elgo 所以其實後面 是否會如途發展 那當然大家希望 但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好像剛才節目說 就是不要有些大件事發生 因為其實如果我們看一些圖表 一些參考指標 其實我們看到 美股 例如S&P500 其實他們已經在走一個上升通道 這次的回調 其實剛剛去到那個 上升通道 底部 立即有人 有賣盤 大一點 然後如果我們去參考一些 技術指標 例如會看到RSI MACD 那些 參考幾次的一些背持的情況下 其實都是一個見底的跡象 就是過去兩年 有三四次都是這樣的 所以 之前如果大家記得 其實過去兩季都是說 如果有機會再見到4200 4350 應該是那些人中線吸納的 暫時這個角度也是 合適的 是的 所以再補充多一個 就是市場的market breadth 即是我們如果用 市寬 去看看 例如標誌500 究竟如果我們用一些 Eco rating去看 再加上 究竟有多少隻股份 在200天流上 是的 再去這樣看 其實就會見到 原來如果你當作一個 contrarian call 即是逆向投資的思維 又配合了 因為 又是去到這些水平 應該要有個支持 你去看 即是我們說的 CNN Fear and Greed 是否貪心 就是看那些 52週上高還是低的比例 去量度市場 現在夠不夠恐慌 現在很恐慌 很恐慌的 一個月就由很extreme greed 很貪心 非常貪囊 到現在是非常恐慌的 是的 所以最少我會覺得 短線先來一個反彈 究竟 之後怎樣的事態發展 就要像剛才所說 究竟有沒有真的大件事爆 因為 再口頭補充 如果我們再參考 如果每次標誌500指數裡面的股份 如果超過四分一的股份 已經跌到超買水平的四天或以上 參考過去這麼多年 有八成幾九成的機會 之後的三個月 會錄得正回報 是的 不低的正回報 中位數都是10%左右 但是 在中間的過程 有什麼事不會發生呢 每次都是股災 零八啊 零零啊 那些 但是 暫時看的所有事情 好像是可控到 嗯 那就等機會了 有時候你都會不教我們 用黃金比率去量度一些重要的位置 其實都很明顯 我看你這個就用回 2021年的大頂 6690多的位置 會跳下來的一個黃金比率 38.2我看到很近 其實是很近的 而且這個是因為equal weighting 更加看到 原來整體市場做什麼呢 其實整體市場大部分時間 其實就在橫行 這個也是屬於一個 就是我們如果是 講技術分析上 有一種講法就是 調整 有些人覺得可以用價格調整 另一種的講法就是 調整是可以用時間去調整 那就慘了 我很擔心這些陰桿色變 是陰桿 但是反過來 在pension的角度就好 比你大一點 其實我們現在背後 有一個很大的想法 或者跟一些朋友談 就是他們管開pension錢 其實大家最重要就是不要爆 不要爆是他們其實可能 未來這10年的目標 那似乎真的 覺得可能爆一兩宗大事 都有機會這樣 所以他才會說得出這件事情 是的 這個是大家的target 那怎麼辦呢 那你第四季 我看你都比較保守 叫大家要做好一些兩手準備 是的 因為始終 首先我們現在要經歷 就是不知道要 就是利率要升到多少 那還有 究竟有沒有什麼很大件事發生 那所以我自己都會覺得 維持回第四季 是可以去想 準備去做一些收息的動作 是的 而另外那三成呢 就是開始 真的你都回到下來這些水平 其實怎樣都應該去考慮一下 一些有沒有一些優質的東西去買 是的 可能之前失去了也好 或者之前很厲害 吃了一些位置 那現在就開始吸納了 好了 那橙色那部份 你就看看了 你自己喜歡 找一些hedge fund也好 或者怎樣 或者你自己做對沖的 是的 那你就自己去遮掩雲 因為其實這幅圖 大家看著就好像 334滑塊餅 很簡單 但是其實背後在想的東西 就已經開始 等於好像那些美人未想時鐘 四格在那裡走走走走 現在每個人開始都說現金為王 Cash is king 是的 如果回到下一格 其實就是 債券是開始 開始outperform的時間 我們看吧 就是第四季開始這樣準備 好啊 很多人都說 其實買債券 我想年頭都開始 很多人說了 不是這一刻 十幾月可能會好一點 不過最近最近很多人就 說要做一些短期的 就是不要買那麼長期的 我看來也做了一些 有些例子 叫大家可以怎樣去分批做 是的 月供下這樣 心安樂地分得著 是的 其實這個舉一個例子 其實有些人喜歡QQK 有些人喜歡SPY 例如我們會自己拿另一個例子 就是再波動 可能會大一點的東西 橙色線 無論如何 我們會看到 其實如果大家擔心市況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覺得你在買東西 或者你覺得 科技股是大家心目中最優質的東西 是的 舉個例子 就是你用月供的這段時間 其實是幫你拉平那個波動 其實我自己覺得 月供反而最有效的時間 是越大波動的時間 就是越值得做月供的 是的 即如果你存優質的東西 是的 你很難摸到那個轉角位 是的 但就不是強行找一些劣質的東西去扣 大家自己留意著 看看ETF方面會不會給多一些機會 而其實在接下來 我們還在摸索經濟 各樣的通脹 怎樣走的時候 其實每個情景 我們也有不同選股的 criteria 你覺得在這三個 現在最普遍多人討論的 現在我們處於哪個 是的 如果你說一個月前 就是最左邊 即7月或8月的時候 大家都在經濟重新伸出 是的 現在比較像中間 甚至大家心目中 開始擔心去右邊 即是經濟放緩 和經濟倒退的情景 我自己覺得會偏向中間先 因為其實 這個半戴頭盔 因為其實如果用按季 其實這個季度 應該怎樣都是 美國經濟最高的一個時間 按季的話 因為有很多一次性效應 是的 所以其實下一個季度 美國按季的GDP 應該怎樣都是低一些 這個應該是對的 但是在這個放緩的跡象 我們也不覺得這麼快要倒退 倒退就是說 真的又回到今年年頭說的那些 是不是要衰退 是不是mild recession 又再談那些事情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情景 無論你是選擇放緩 還是倒退的情景 其實我們 如果在選股的因素 剛才說了 用選板塊未必那麼好 你可以用選股的因素 就是選一些低波動 質量比較好的公司 因為這些都是這兩個大前提下 會跑贏的情況 低波動 我猜大家一聽的名字 都聽得明白 就是 BIG CAP 未必一定是BIG CAP 但是總之它的波動會相對低於市場 可能是比較 可能是很磨的 另外質量 就是通常我們會說 Cash flow Cash flow 強 ROE 高 太賭息 持續 對 總之為股東 會有一個比較好的回報 或者一個考量 就會是質量好一點的公司 那給點號碼 當然 英文字幕就有了 英文字幕 OK 我覺得大家 我們將 我們美股的指數裡面 通常每季度 我們會選20隻出來的 大概 今次這個節目 我們選了這六隻給大家看 因為科技上 我們不是只有這三隻 只不過 起碼這三隻 或者這六隻裡面 我們將符合了 除了剛才選股的因素之外 菲波動有質素 有Cash flow 有Cash flow 最重要是Cash flow 這個是我們 我自己為這個節目 專門再掃 在當中哪些Cash flow 比較強的公司 這六隻會是這樣的 左邊就是一些科技公司 但因為 可能大家已經聽到 AI聽到 悶了 是的 反而右邊 我們就選一些 不是那麼AI的概念 有些特別的東西 保險相關 保險相關 或者Health Care相關的公司 是的 我自己覺得 例如 保險相關 可能是Progressive 這些 其實就有幾個 你說Story上面 大家會覺得 它有Investment 大家就會覺得 如果利率上升 對它的Investment 有幫助 是的 這個是是的 會有幫助的 但是部分 不是那麼多 反而我們欣賞它的位置 是它可以加價 加得高 是的 它做財險比例多 對 做車保 對 個人的那邊是最多的 而車保上面 是它們加得 算是 在行內之中 它算加得早 還有其實 如果我們去看 如果在車保上面 大家經常吵 Tesla那些很貴 其實對它們有幫助 另外就是它 Property那邊 Property那邊都做得好 因為例如 今年 它們用今年的數據 去revyse 那些價格 例如Florida那邊 那麼多天才人物 它們有加很多價 加價 是的 變成這個我們覺得 在轉價和加息上面 或者利率上升周期 還有些幫助 CAH 我見到 就是這些 類物分銷那些比較出名 我見到很多人 列為 頭幾大 長渣股份 我猜 因為現在大家很喜歡 減肥藥 是的 它也有 有 但它不是最頂級的 不是最頂級的 但它對它來說 在銷售 volume 有幫助 但是我們自己看 應該 你說這麼快 是不是會令它 帶很多資金回來 未必住 但是最少 這個 為何大家會有 剛才Debbie提到 很多人覺得 這可能是長渣的感覺 因為其實它 頭六大的公司 即是它的客人 其實已經佔了 它過半的 做生意的額 所以穩定 其中一間 就是大家應該都會 經常聽的CVS 是的 佔了它成四分之一 所以 這個是有它的吸引力 還有我們會看到 它剛才你在節目裡 也有提到的 就是無利 它有一個 很吸引的 一個上升的空間 好了 大家記住 抄下它 回去做一下功課 我都看過幾隻財務相關的 出現業績 就算有些 譬如保險 有些急跌完之後 其實都 慢慢買回上去 在最近幾個月 風高浪急下 都能夠做到成績 其實可能都很符合 Andy所說的 一些比較 價值型 也可以幫忙 對沖倉的風險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謝謝Andy的分享 謝謝 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